买了50块的猪油 现在来炸猪油 然后呢 这是自家种的红葱头 漂亮极了 今年的红葱头大大小小大个儿的 大个儿的也不少 我们这就用了一些来炸猪油 然后还有大概一盘 不错今年还算丰收哦 我们等一下要来等猪油炸的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再来把红葱头放进去 香猪油真正自家制作的香猪油 可以拌面拌拌拌拌拌拌菜炒菜 我喜欢炒青菜的时候用一半的 自己做的这样子的油葱 香猪油 等猪油炸的差不多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 红葱头放进去就可以了 好我们的猪油炸的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猪油炸给捞起来 然后再来放红葱头 这个时候我要先关掉火 然后让它稍微降温一下 等一下放那个 才不会整个大爆发 放红葱头的时候 因为红葱头有水分 所以就怕它大爆发 所以先把火关掉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炸腊 烤干净 好我们这个猪油烤干净了 这时候我要用滤油网把这些下面的渣渣全部都烤干净 我不喜欢有这些猪油的渣 所以我都会用这样的滤油网来把它烤干净 它一点装瓶 那么我们一会开 我们试一下 我们要把这些不切 我们再来烤干净 所以要先弄一下 这就是摩兰 那我们来烤干净 插旁,這樣 在出生命中 在出生命中,至少actory receptors 氣收睇同龍冷靜 選擇接近,輕鬆的關鍵 就像沛露伄二 appreciated 好了 原則上丟乾淨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紅棕筒呢 分兩分進來 你看 有水蒜所以它呢 哇 更香 我已經熄火了大概 從剛才到現在應該超過三分鐘以上 然後我們讓它這個 熄熱季燃的來爆香 你看這個油性 分兩到三次 放不下來的話 比較安全 而且紅棕會有些 一會炸的開始 因為這個溫度就超過 100度以上 所以是OK的 所以我們這些溫度來炸就可以 然後我再把最後剩下的 一點點再下來 我很舒服的貼法跟比較不一樣 是貼皮調裝的 然後我覺得這樣是比較香 比較有口感 因為拌麵拌菜的時候 比較有感覺 我們現在看得到這些油蔥酥呢 就在裡面慢慢的炸 我不喜歡把這個油蔥呢 炸得很酥 所以我只要它的香味 所以原則上我會讓它炸 炸到五分鐘 然後如果覺得不夠再開火 好目前看起來是還不夠 所以我們必須開火 讓它加熱一下 讓它可以舒一點 稍微波動一下它不會太熱 油溫它不會太熱 不要下去 待會兒的話 炸得太高 等一下炸焗太高 這個焗炸太高 吃了簡單眼淚 先去炸焗太高了 先去炸焗太高了 再去炸焗太高了 好了 我們大概再花個一兩分鐘好 鮮味已經出來了 然後你也看得到開始有一些些的酥 然後跟焦黃出來了 這時候我們大概花了一分半左右 然後我就要把它關火 因為餘溫呢可以讓它更加的焦香 好這個我們就等待 等一下最後它餘溫的感覺再分享吧 好這已經經過大概五分鐘左右 你看全部的油蔥酥呢 都已經焦黃酥脆了 現在在冒小泡泡最後的水分的去除 然後就會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們自家製作的香豬油 愛媽Candy的香豬油 可以拌飯拌麵 拌菜喔 通通都是過的 清香的香豬油 還有焦黃啊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整個放涼了以後是金黃油亮的喔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把它倒到罐子裡面 然後再更涼一些再放到冰箱冷藏 我們現在準備把它倒在瓶子裡 這個就是炸好的油蔥酥香豬油 好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好的油蔥酥 這油蔥酥香的 給你們看 因為我習慣了 很害怕 那麼 我現在可以說 好 好 這啊 感谢观看